再来看的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就报道了 美国政府正在筹划总统拜登要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21号在白宫会晤 如果说成行的话 那么这也将会标志着俄乌战士开打以来 泽连斯基首次出访 另外泽连斯基20号突访战火中的东部前线城市巴赫木特 而俄罗斯国防部则报道称 俄军在顿涅茨克等地消灭了200余名乌军士兵 泽连斯基与巴赫木特的前线士兵握手 并为他们颁发奖章 伴随着前线不时传出的炮火声 泽连斯基提议为阵亡的士兵摩埃片克以示感谢 泽连斯基发表讲话 称赞前线作战人员是英雄 感谢他们坚守在顿巴斯第一线 承担着保卫整个乌克兰的重担 他并表示俄军已经增派更多队伍 而乌军虽获得美国的军援 但仍需更多先进武器 泽连斯基最后收下士兵赠送的一枚乌克兰国旗 并且与他们合影留念 乌当局事先并未公布这次行程 这也是泽连斯基12月以来第二次到访顿巴斯前线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通报称 乌军过去24小时击退俄方在卢干斯克和 顿涅茨克10个定居点附近的攻击 乌空军对俄方人员装备集中区和防空导弹系统阵地 进行多次打击 乌防空部队击落两架俄方直升机 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20号表示 乌克兰领土19号遭到35架伊朗无人机攻击 这是自从俄军使用无人机以来 对乌最大规模的一次攻击 乌方未能击落部分无人机 导致平民地区遭致袭击 另外首都基辅两个主要地铁站停运近10个月后 19号终于重开 居民都感到很兴奋 自从俄乌战事爆发以来 这两个地铁站一直关闭 火车经过时没有停下来接载乘客 数以千计的居民都要徒步到其他地铁站乘搭地铁 而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战报称 俄军在顿裂此刻 库皮扬斯克和利曼等方向 共消灭200余名乌军士兵 俄空天军在顿裂此刻击落两架乌克兰空军米格29战斗机和一架米8直升机 俄防空部队还击落乌军一架苏25战机 一架米8直升机和五架无人机 另外俄罗斯官方媒体20号报道 在乌冬俄军控制的顿裂此刻 室内的加里宁医院一座建筑物 19号晚上怀疑遭到乌军发射多管火箭系统攻击后 着火焚烧 损毁严重 院方表示 这已经是医院一周内第四次遭到袭击 医护和病人及时逃生 没有受伤 但预袭大楼已没有电力和暖气供应 凤华卫视最后报道